一次又一次被擊倒的虎杖 卻沒有選擇反擊 而是不斷停止勝去迎接對手的攻擊 如此倔戰的戰鬥方式 是否能夠感動那個狂熱的賭徒呢? 大家好 我是有個光 歡迎回到咒術迴戰的世界 上一話中 虎杖身份暴露 伏黑卻成功破解了奇洛洛的星座術士 將其置於地面 讓奇洛洛十分意外的是 伏黑竟然主動鬆開了他的右手 並且擺出最有誠意的姿態 只希望奇洛洛可以好好聽他說上幾句話 就在奇洛洛被伏黑感動 準備認真了解他們遇到的困難時 一旁的監控室卻發生異變 但隨著一聲巨響 虎杖自監控室飛出 跌坐在地面 仍處於暴走狀態的襯也緩緩走出 看著襯距離自己越來越近 虎杖卻對伏黑幾人大喊 你們都不要出手 這樣的言語聽在襯耳中 無疑是嚴重的藐視 右手高高揚起 鐵卻如鐘擺一般 重重影響虎杖的面門 虎杖扭曲了臉龐和他躺斜的軀體 一併在這一機下向後飛出 彼此的戰姿 只有他鼻孔中不斷噴湧的鮮血 還在訴說著襯剛剛那一拳的可怕 虎杖心中把這場特別的戰鬥 視為讓生認可自己的一種儀式 所以他決定不躲避襯的攻擊 更不會對其展開反擊 剛剛打出全力一拳的襯 看著面前的虎杖心中怒意更勝 他不知道對方究竟想要做什麼 但既然不躲的話 那就打到他再也站不起來為止 看著怒火中燒的襯 其輪若忍不住替他們求情 阿金 他們是來求你幫忙的 你就聽一下他們要說的話吧 我會聽的 虎杖 你為什麼會來找我 我們之前沒有見過吧 為什麼要來找我幫忙呢 因為前輩們說你很強 我猜也是 和襯德話語聲一同出現的 是他全力蕩出的重拳 虎杖再一次倒飛而出 口鼻溢出的鮮血 更是在空中肆意飛劍 更加可怕的是 因為襯德周莉天生粗糙的關係 被他的拳頭擊中 會比正常打擊要痛上許多 稱最生氣的並不是他們的欺騙 而是虎杖那副 一點也不狂熱的態度 在他的認知裡 一個術士向另一個術士尋求幫助時 首先就要讓對方感受到 請和我一起賭上性命的那份意志 並且用自己甘願為此賭上性命的那份狂熱 成功感染對方和自己並肩作戰 而虎杖前來尋找他幫助的理由居然是 聽別人這麼講 於是就來找你了 這麼無趣的理由讓他忍無可忍 虎杖接下來的言語卻讓他更加難以接受 我沒有激情 我只是一個零件 一個為了讓術士能夠繼續服出詛咒而存在的零件 喂喂喂 你真的假的啊 你真是無聊透頂啊 虎杖 夠了啊 虎杖的吶喊沒有阻止蹭的拳頭 這一集的威力更是遠超過往 讓虎杖的軀體翻轉幾圈之後 注重打在圍欄之上 看著倒地不齊的虎杖 稱心想這場鬧劇應該告一段落了 讓熊貓和虎黑趕緊把虎杖帶走 並且再也不許靠近他的全場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 虎杖如幽靈般再次陷於他的身後 被虎杖的扛咒程度震驚了稱 終於開始認真看待這個倔強的學弟 虎杖卻自顧自地說起了剛剛還未說完的話語 我是靈劍 靈劍就有自己的職責 我的職責就是要讓詛咒的服復 可以不斷進行下去 如果為此需要趁學長的力量 我會一直糾纏直到你點頭答應為止 學長 你的職責又是什麼 趁竟然從這樣無聊的言語中 感受到了一股與眾不同的狂熱 難道這就是靈劍的狂熱嗎 察覺到趁情緒變化的齊羅羅 適時補上了最後一刀 阿靖 是不是狂熱起來了 你們下來吧 看著虎杖終於得到趁的認可 浮揮鬆了一大口氣 他所不知道的是 在高專裡就一直樂於助人的趁 自己才是最狂熱的那一個 在眾人終於可以坐下來好好溝通後 趁很快就因為五條被封印的消息 臉上寫滿了震驚 首貓更是在這個時候 也提起了葉兒校長的死訊 聽聞這麼多曾經關照自己的人 都遭遇了意外 這難過的同時 也十分乾脆的 印下了虎杖幾人的請求 他將一同前往 平定死面回憂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提醒幾人 這只是一場交易 在死面回憂結束以後 他還需要浮揮幾人幫他一個忙 終於接受了這個奇怪設定的浮黑 也開始學著如何利用好自己的家族身份 聽聞這個驚人消息的趁 瞬間開始浮響連篇 更是馬上變臉 表示要跟這個年輕家族好好親近 遺憾的是 殘怨家在第二天 就被珍惜突擊滿門 名存實亡 就在幾人剛要開始商量 去往哪個結界時 一隻小金蟲 卻突然出現在他們頭頂 播報 有勇者為死面回憂增加一條規則 總則9 勇者可獲得其他勇者的情報 包括姓名 得分 規則最佳次數 和所在結界 完成這一規則最佳的 正是已經手握200點數的 400年前最強者 陸子雲一 而他參與死面回憂的目的 居然是為了和訴諾一戰 完成了規則播報的小金 開始正式和武藏幾人介紹自己 他是專屬於勇者 武藏優人的溝通窗口 幾人開始回憶相關情報的時候 弗黑卻發現了這裡面的異常 為什麼虎張還未踏入結界 就已經被判定為勇者了 虎張稍微思索便有了答案 一定是千年前人士術師的訴諾 和卷所簽訂過契約 雖然身為宿主被強制參與有些奇怪 但這並不影響最終的結果 當務之急是先利用新增加的規則 獲取更多情報 小金在虎張的受益下 開始展示所有勇者的相關情報 弗黑很快在排行榜中 找到了剛剛為死面回憂增加規則的人 看到他目前仍然擁有的100點數 兩人感到十分可怕 這意味著才過去了幾天 他已經殺了不下40個人了 但弗黑卻同時想到了一個 或許不用殺人也可以平定死滅回憂的方法 如果還有其他像陸子雲一樣 手上持有過多點數的勇者 他們就可以通過打敗這些人 逼迫勇者最佳 能夠讓金美濟脫離死滅回憂的規則 小金在虎張的受益下 開始查找擁有超過100點數的勇者 令人生氣的是 除了陸子雲以外 還有一人也手握上百點數 正是位於東京地外結界的日徹寬件 弗黑很快想好了接下來的計畫 在他們具備最佳規則的條件後 需要最優先解決掉總則吧帶來的限制 他打算最佳的規則是 讓勇者之間可以互相轉讓點數 當這個規則成立之後 他們就可以通過互相轉讓的方式 避免一點數沒有發生變動 而被剝奪術士導致死亡的情況 在最麻煩的條款被解決之後 弗黑緊接著就打算追加退出機制 勇者可以消費一定點數脫離死滅回憂 但出於不違被死滅回憂長久運營的考慮 這個規則的追加後續會遇到一些阻礙 但只要附加類似於邀請其他非勇者加入這樣的規則 大概率就能行得通 至此武昌和弗黑已經完成所有準備 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已經非常明確 一邊搜尋可以解封玉門疆的天使 一邊狩獵陸死云衣和日車寬件 隨著高專眾人完成所有準備 本期視頻也到了尾聲 下次預告 審判日車寬件的過往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無可光 歡迎點讚 關注 轉發 詞 編曲 攻擊 轉發 我們字幕汽車 節目裡 讓你們參考 請大家